今天回顾一下波音747系列飞机所发生的十大空难 这期视频的目的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了解空难发生的原因 尽量避免灾难的再次发生 其实绝大多数空难发生的原因是人为因素 以史为鉴 明便笃行 第十名 美国国家航空102号班机空难 波音747-400型货机 2013年4月29日 一架执行货运航班的波音747-400型货机 从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便坠毁 机上7名机组人员全部罹难 事故原因为货舱中装载的军用车辆发生移动 从而使飞机重心失稳失速坠毁 第九名 中华航空611号航班空难 波音747-20迎行客机 1980年2月7日 中华航空公司611号班机 曾在香港启得机场起飞时损伤到机尾 但是为进行彻底维修 造成飞机尾部金属疲劳积累 22年后 2012年5月25日 该架客机在澎湖县马公市东北方23海里处 约1万米的高空中 飞机尾部突然开裂 造成飞机机尾脱落并失控 最后因舱体突然施压 结构解体 导致失控坠毁 机上225人全部罹难 第八名 日本航空123号班机空难 波音747-100S2型客机 1985年8月12日 日本航空123号航班 搭载着509名乘客及15名机组成员 从日本东京的羽田机场起飞 前往大阪的伊丹机场 飞机起飞仅12分钟就发生爆炸 方向舵和液压系统失灵 导致飞行员不能完全操控飞机 尽管机组人员设法让飞机继续飞行了30分钟 不幸的是他们的努力最终失败 飞机坠毁在高天原山上 机上520名乘客丧生 只有4人幸免于难 经过调查 事故原因为该架飞机此前在降落时损伤到机尾 但是飞机生产商波音公司 并没有进行彻底的修补 致使该处累积了金属疲劳的现象 飞行过程中遭到破坏 然后造成飞机四组液压系统故障 最终导致飞行员无法正常控制飞机而坠毁 此次空难是世界上涉及单一飞机的空难中 死伤人数最多的 也是全球第二大严重空难 第七名 以色列航空1862号搬机空难 波音747-258F型货机 以色列航空1862号搬机 是一架波音747-258F型货机 1992年10月4日 该航班由美国纽约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 并在中途停靠荷兰阿姆斯特丹 在荷兰史基普机场起飞后不久 坠毁于阿姆斯特丹郊外的一个住宅区 导致机上4人及地面39人 总计43人死亡 多人受伤 事故原因为引擎的掉价 因为金属疲劳而脱落 导致发动机脱离而坠毁 第六名 大韩航空801号航班空难 波音747-30营行客机 1997年8月6日 大韩航空801号航班由汉城金浦国际机场飞向关岛 在进行降落时 由于关岛下大雨 能见度低 于是飞行员决定进行手动降落 但因为误判机场位置 撞上了尼米兹山山腰201米处 包括机组人员在内的254人中 有228人遇难 大多数遇难乘客死于事故后的大火 事故原因为天气原因 和飞行员操作失误 第五名 沙特阿拉伯航空763号班机空难 波音747-168B 1996年11月12日 刚在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 起飞的沙特阿拉伯航空763号班机 与正向同一机场进场的哈萨克斯坦航空 1907号班机 在新德里附近的哈里亚纳邦查基达里上空相撞 造成763号班机上312人 和1907号班机上37人全部罹难 是航空史上第三严重的空难 也是最严重的空中相撞空难 事故原因是哈萨克斯坦航空 1907号班机的机长 为遵从管制员的指示 造成两机相撞 第四名 印度航空182号航班空难 波音747-237B型客机 印度航空182号班机 是一班由加拿大蒙特利尔 前往印度新德里及孟买 中停英国伦敦的航班 1985年6月23日 该航班突然神秘坠毁于 爱尔兰以南的大西洋中 机上329人沉步罹难 事故原因可能是因为炸弹爆炸 或是飞机爆炸减压引致空难发生 第三名 泛美航空公司PA-103航班空难 即洛克比空难 波音747-121型客机 1988年12月22日 泛美航空公司PA-103航班 执行德国法兰克福至美国底特律的航线 中间惊平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 但是此次航班却成为恐怖分子 袭击的目标 飞机在英国边境小镇洛克比上空爆炸解体 造成航班上25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 还有地面上11名居民遗难 这次空难是利比亚 针对美国的一次爆富性恐怖袭击 第二名 环球航空公司800号班机空难 波音747-10营型客机 1996年7月17日 环球航空800号班机 从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起飞 预定抵达巴黎戴高乐机场 机上搭载212名乘客 及18名机组人员 飞机起飞后不久 位于机翼部位的油箱突然发生爆炸 接着飞机的机头部分 从高空脱离导致飞机失去控制 剩余部分仍在半空 约30秒后 飞机失去动力 开始下坠 突然左翼部分再次发生爆炸 最后飞机变成碎片 致毁于大西洋 造成机上全部人员罹难 事故原因是线路老化引燃油箱 第一名 特内里废岛机场空难 1977年3月27日傍晚 荷兰航空4805号航班的波音747-206B型客机 和泛美航空PA1736号航班的波音747-121型客机 在特内里废岛机场发生跑道相撞事件 由于发生事故的两架飞机 都是满载油料与人员的波音747大型客机 因此事件造成两机上共有583人 在地狱之火中丧生 其中赫航飞机上的248人全部遇难 泛美航空班机上有335人遇难 61人生还 事故原因是 龙雾引发的机组人员和地面人员沟通不畅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以上波音747飞机的空难中 哪个是让您感到最痛心的 请留言告诉我们 感谢观看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